大家好,我是住在南澳的Jersey Girl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关于如何维护在澳洲自己家的草皮 因为身为亚洲移民 我们最不熟悉的一块就是 怎么维护我们的花园还有草皮 所以呢,你只要开车经过 看一个房子它的花园状态 你大致就可以知道 哪些是当地人,哪些是新移民 新移民呢,通常它的草皮啊 枯的枯,黄的黄,或是草非常长 不然就是草皮上面的一些花卉 被改种变成了菜园 新移民的花园的观感 就会开始变得不是很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入境随俗 我帮大家邀请了一位 非常非常专业科班出身的 园丁来帮我们上一下课 我们要怎么来定期维护我们自己家的草皮 让我们家的草皮永远都绿油油的 然后很漂亮,就像一个绿色的被子 永远维持这个样子,要怎么样来做 然后呢,今天我推荐的这个专业园丁呢 也是我老公,他的名字叫King,K-I-N-G 那我们就来欢迎King啊 Hi,King,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King,那我们现在帮观众们呢 就是跟King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华人呢 非常不擅长的就是整理居家的花园 尤其是草皮啊,那有很多观众反映说 他们家的草皮啊,要嘛就寸草不生 不然就是稀稀疏疏,光秃秃的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维护它 那请教一下King,在草皮维护这一块 可否教我们几招或是给我们一些建议 让我们知道怎么维护一个漂亮草皮好吗 好的,没问题 基本上我们把场景设定在你刚刚走进你的新家 不管你是租或者买哦 特别买的,特别租的,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在这边你还房子的时候 其实要维持一样的状态 没人弄好,要花很多钱哦 好,你走进你新的家 检查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这个草地有没有灌溉系统 如果有的话,恭喜你 你可以省很多的力气哦 第二件事情呢,检查你的草是哪一种 因为在澳洲,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 大概是Kai Kiu Yu或Buffalo这两种草地 确认你的草种 然后第三是确认一下草 目前上面有没有杂草 好,那基本上如果你家里面有洒水系统的话 这个我们以后再另外讲 设定怎么设定,另外讲 那我先讲一般的草地维护 你只要记住两个概念就好了 第一个叫频率 第二个叫高度 通常我们看到,比如说你走进你家 发现,哇,这草好高啊 都到膝盖了 这个时候呢,千万不可以 千万不可以直接把它一次 砍头砍到底,变光头 这个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草地是这样子哦 不管你的草有多高 你一次修减都不可以超过它总长的三分之一 如果你的草现在看上去有十公分 你一次修最多就只能修三公分掉 如果你修超过三分之一的话 其实你的草就受不了 就好像超过了它的恢复能力 哦,它会死掉吗? 它会死 所以如果你一次这样的砍过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下一次再长出来的时候 原本是一整片像地毯一样 现在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洞出现 就很多草已经死掉 就看到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 看非常不平整 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忌讳 千万不可以因为草地太高 因为大家一般就我所了解 大家不太会很平常 很经常的去推草 所以想到的时候都很高了 但是一次砍地 这是大大的忌讳 这个基本上就已经把你草地 废一般的蜈蚣了 那这个就引到我们第二个话题 叫做频率 确认高度以外 一次割最多就是草的三分之一 那频率呢 根据你不同的草种 还有不同的季节 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每周一次跟两周一次 如果你的草是Kai Kiu Yu 也就是澳洲最常见的草的话 通常在它的生长季夏季 是每个礼拜都要割 每个礼拜都要割 如果是Buffalo 这种草种的话 它的生长速度会稍微慢一点 你大概两个礼拜割一次还可以 那为什么这个 好的频率非常重要 是因为 如果你在割草的时候啊 你砍掉三分之一之后 对草来说 它会觉得 我的生命受到威胁 所以它会想要再长得更快 它是一种刺激生长的状态 你砍三分之一 它会刺激生长 你砍超过 它就回不来了 所以你砍三分之一 它就会刺激生长 就会长得更密 那长得更密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当然好看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最重要 我们今天第三个重点 叫杂草 草地跟杂草 这两个东西是互相竞争的 你的草地越茂密 越漂亮 你的杂草就会越少 所以只要你的草地 有维持很好的健康 还有很扎实的密度 杂草是不太会长出来的 换句话说 如果你的草地里面有很多杂草 通常你的草地不是很健康 所以三个东西 我们再重复一遍 第一个割草的时候 不管你的草多高 一次最多就割三分之一 如果你的草已经很高了 怎么办呢 麻烦你分多次一点割 所以如果你不定期推草 其实你要整理它会更麻烦 因为你要分很多次割 其实你会增加你割草的次数 而且割起来也不好看 三分之一是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是频率 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 看你的操纵 开QU一周一次 Buffalo两周一次 第三个是杂草 如果你的杂草 你的不是杂草 你的草地健康 有定期推草的话 杂草是会很少的 数量甚至可以少到 你用手拔就好 那如果你家的草地很不幸的 它已经是杂草 死掉了怎么救 如果草皮 它就是已经光秃秃了 然后要请你们专业园丁来 还是自己随便撒草的种子 它会长吗 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 下次再找时间跟大家聊 因为没有办法 就是草皮恢复树是不是 我现在讲的是 你的草地是还看起来很nice的状态 你如何维持它 至于如果它已经是 不是很ok的话 我们就要分两次讲 以后我们再讲 如果杂草很多 或者是你希望把你的杂草复活 这要怎么做 这个可能下次再请杰西 有机会再来你节目 好那今天谢谢King 谢谢 拜拜 给大家看第一张照片 就是俗称已经没有旧的草皮光秃秃了 要死不活的草皮的模样 那经过我老公King帮他做回复树之后呢 过了十周 我们再来看 这是他过了十周之后 他的草皮修养生息 又变回绿油油的模样 这个是他重新在这个草皮上播种 让他再生回来 今天谢谢King 他百忙之中 还抽空上我们的节目 给大家做回答 那如果你是住在南澳阿德雷德 然后你家有草皮 欢迎可以联系King 去你们家帮你们做估价 然后呢 他的资讯 我都会放在这个影片的资讯栏 就是影片下面有一个小三角形 点开了 就影片所有的资讯栏 他的联络资讯就会在里面 那你可以请他过去帮你报价这样子 那要特别交代 我们是住在南澳阿德雷德 这边的区域才有服务 因为上次有人妻 他住在PERS 然后也请我老公过去报价 没办法 PERS我们这边过去要坐飞机 没有一个报价是可以坐飞机过去 这样是太伤本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欢迎大家给我的频道 点赞订阅多分享 还有开启通知小铃铛 咱们下次见 拜拜